在开启那个日,再来就数学函数 数学函数里面的话,一样会有个程式嘛 那你可以把这个,这个可以打开来 然后另外范例档案也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这个范例档案主要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第一个跟SUM有关的相关函数 那SUM函数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只是说呢,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加总 并会加一些条件 比如说这个总成绩之前是把这三个加起来 可是我如果换一下,我把它在这边加上一个比例 比如说它这个在30,30 这个是40的话,假设30,30,40 OK,那如果在总成绩的话,还要跟这个有关的话 那以往的做法也许你用工序 就是这个成绩乘上上面的成绩 加上什么呢,这个成绩乘上它的比例 再加上这个成绩乘上上面的成绩 那变成你要每一次,假设你当然只有三次 如果你有很多次怎么办 你可能要多做几次 那理论上当然你打勾之前 你确认一下,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呢,只要第11列的地方 恐怕你就要把它锁起来 那锁起来我前面特别强调就是 锁如果向下,只要锁列就可以了 其实蓝不用锁了 我比较建议你养成好习惯 需要锁蓝或者锁列你就锁单 你不要,以前习惯是按F4啦 F4那两个都锁 但是有一边其实是不需要锁的 因为我没有向右填满的话 基本上你的蓝是不需要锁定的 然后我们就锁它的前面,这个列的部分 那因为13列比重这个是固定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13列,就把它锁起来按打勾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OK,那成绩当然算出来 那可是你会想说,那公式如果成绩如果越多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 也跟SUM有点关系的 数学函数里面 数学与三条里面你找到SUM 往下S开头的SUM 各位可以看到SUM函数 那后面有几个比较重要,像SUMIF SUMIF SUMIF SUMIF顾名思义吧 反正SUM 加种的后面还有一个IF 也就是说,某个条件为TREW的时候才加种 不是为TREW就不加种 多一个S的话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多个条件 就是你可能有第一个条件跟第二个条件 假设两个条件都为TREW的时候才加种 OK,所以这边的话当然有个SUM IF S 那我们今天这个地方 如果说要两个范围的相乘的话 那实际上可以,比如说这个范围 跟这个范围要相乘之后的结果啦 其实这边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就是互相乘 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个叫SUM PODAP 它这边有没有 传回多个阵列或范围中的相对应什么 成绩,就相乘之后的什么 总和,那实际上刚好就符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应用 所以第二个啦,也许你可以利用那个SUM PODAP 这个函数按确定 那确定的时候,那当然理论上它会问你 第一个范围,第二个范围,第三个范围 总共可以最多255个范围的互相乘的结果 那因为呢,我们只有两个范围 所以第一个范围,Array 1,就是可能是比重 第二个范围的话就是这个 你现在的成绩范围,OK,那两个相乘 因为未来你有比重,那你又有那个 你的那个分数的话,那把它会一个一个对应的关系 就是,它的位置第一个会跟第一个相乘 你没发现,这个地方就个阵列啦 那其实在SUM裡面的话呢,它用大瓜糊 来表示阵列,那阵列里面的中间就用痘点把它隔开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发现,这边有1,2,3,三个资料 那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啦,一个总共有三个储存格嘛 三个储存格的资料 那如果你把它丢过来的话,它会用这样的方式 储存在SUM裡面,这叫阵列 OK,那互相乘之后按确定 不过确定之前,因为等一下还是要向下填满 所以如果你要向下填满的话 那当然这地方一定要把它锁起来 那我讲过啦,锁的话,其实按一个F4 当然就两,有没有,蓝跟列都锁 不过比较标准,其实只要锁列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按两下F4 有没有,其实就锁列就好了 OK,按确定 好,这个地方的话,当然它要小数点 因为我把小数点移除掉 就不要小数点,向下填满 OK,那你会发现这个结果跟这个结果做出来 也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后面呢,也许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一样 假设这个是第一个公式 第二个用SUM PRODUCT 第三个也没有什么方式 如果我今天希望,那我什么事都不要做 我就按个按钮就可以了 也许两个按钮 按一下这个按钮 自动帮我把这个完成 或者是帮我产生一个自定函数 只要给它什么 最好就给它一个范围 连比重都不用了 反正就给它一个范围 它自动帮你把结果放到这边来 这个怎么做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前面这两个比较简单 来试试看 方便先给,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VBA的话 按钮的做法其实蛮多 第一个就是输出的时候 直接按一下它 它帮我把什么呢 把类似像三波大的公式 直接干脆丢到这边来 用公式的方式 另外的话是直接输出值 再来一个清除 我们来demo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当然按下它 OK 它里面呢 其实是把三波大的公式 往下帮你把它直接 全部丢到储存格里面 OK 那这个前面有讲过了 看好印象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 输出的话呢 不是一个公式 而是最后的结果 OK 各位可以看到 822 然后再来就清除 但是这边当然 还有一些地方 可能不够完善的 什么地方 比如你想说 老师这边小数点呢 那你看这个地方 有小数点 这个地方 那我想要跟它一样 怎么办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 会需要怎么样 清除小数点 对 输出如何把小数点 顺便拿掉 OK 第二个的话你想说 老师那 这边好像是什么 微软正黑体 可是这边不是 这边是什么 星系名体 那你怎么样 输出顺便把它改成 跟它一样的字体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前面好像有 有稍微提到 就是那个 phone.name 有没有 phone那个字 那个物件的name 点name 有没有 等于什么 微软正黑体 放在这个 储存格里面 其实 它就会帮你 变成微软正黑体 OK 那只是说呢 你要把它变成 小数点没有的话 这个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你 它可以有个概念 就是储存格格式里面 你可以 比如说 一般如果小数点的话 就是类似0.00 其实如果你把 制定里面把它改成0的话 0的话 意思就是整数的意思 0 一个单一个0 在这个 储存格式里面 如果是制定0的话 按确定 基本上呢 它就会是只有整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那个 刚刚那个0的格式 放到储存格 那当然也可以啦 这个有个属性叫 number format local 那我等一下再一起来看 怎么样把 把这格式随便做出来 那我们大家来 主来看 主一个来看 第一个 我如何 输出的时候呢 直接把公式丢过来 那做法我们前面大概做过了 所以直接来看 首先的话 那第一个我先 就是 插 开启那个visual basic 有没有 那visual basic里面呢 一样喔 反正你转型VBA之前 一定要一个模组 所以插入一个模组之后 再插入一个程序 按钮的话 一定是插入一个程序 里面的sub 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们叫月考 底线公式 按个确定 OK 那这里面中间要写些什么呢 其实 前面大概有写过啦 第一个不外物回圈 回圈的话是forI等于13列 那因为我们的范围 你可以看到 第13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呢最下面一列 那我用真测的好了 也许是A13 向下去追踪的那一列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里面要输出到哪个储存格 输出到我的I欄底下 所以我的写法 基本上都蛮固定的 你们这边的话 这个前面I指的是哪一列 后面这个I指的是哪一栏 丢出去什么呢 一个公式 那公式当然前提是你 假设你前面已经做过了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Ctrl C 取消一下 再切回到什么呢 刚刚的开发人员里面 把它贴上 前面有讲过就是说 主要会变动的应该就是 会是这个数字 I等于14 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会变的 基本上就是它的乘积 13变14变15一直往下 那11的部分不会变 所以11这个部分你不要动 那13怎么变成I呢 特别是前面有讲了一个 类似的口诀 双0号双0号移到中间 andand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好了 记得那个VBA里面的那个and 前后要加空白 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把那个I的变数 放在这个地方 那它在执行的时候 就会顺便帮你把里面的I的值 跟着什么呢 跟着这个我们现在for 跟着它变化 第一次一定是13 NASER之后变14 15一直累退 那你做完一个之后 另外一个13 跟这个长一模一样 所以双1号到双1号中间 把它选起来 然后把它贴上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写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来执行 那你会发现 顶多一个清除啦 清除我想也蛮简单的 一般是可能先把清除写完 就是其实月考清除 跟上面公式 差别 其实就在这个双1号里面 有放东西跟没放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清除 清除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来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输出就是会是一个什么 公式 13有没有 这边是13 14 15 为什么 因为它跟着那个I的值 不断在变化 那这个我想你慢慢熟悉之后 以后要写这样的按钮 非常简单的 因为长得都一模一样 那也许你也许刚才记不太前 没关系 你就范本总该放在某个地方吧 要不然就像有些同学还蛮 蛮认真的就是把它列印下来 自己整理一下吧 笔记一下 反正贴在你的笔记本里面 找不到位置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 可能我会需要什么 小数点可不可以帮我 改成那个就是整数 那我刚讲过 按右键这边储存格 可以改成什么 只要是0就可以了 那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这个0放在哪里呢 假设将来你要去改变它的储存格的话 那我们可以啊 直接在底下加一行程式就可以 先输出之后 再加一行什么呢 这一行就可以了 把刚刚的0有没有 放在这后面 这个后面呢就是放它的格式 没有制定格 如果以后啦 假设像前面有讲过日期很长一串 没关系把它贴上 它也可以格式化 你要的格式化 那撰写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是这样啊 就是打个sales 点什么呢 点number format local 这个 这个就是 有点是按右键 出存格里面的那个制定 反正它就是这个属性 然后呢 等于什么 等于双0号 里面放什么 放个0就可以了 这个指的是整数 但如果你要两位数就点0 那如果再点00 它就是两位数 反正这个你可以先去设定格式看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那最后记得哦 这个sales后面 请你再把刮壶补上来 这个刮壶一定要补上 因为如果你们要把它补上的话 将来变成所有的储存格 有加刮壶是哪一个储存格 没有加刮壶是所有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的储存格 所以常常有同学 就是习惯性的 点下去出现了 然后就执行 发现奇怪 所有变整数了 因为他忘了加刮壶 ok 好那这个地方当然 我就把它执行过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它 其实再执行它就再盖过去 Number format 把它先清掉 ok然后再执行看一下 因为我刚刚多试 多点了 点个0 ok好很快 好再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个不见了 但你要变回来也是一样 比如点0 有没有 就刚好 那如果 所以你可以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反正自己要改 那 怎么去加格式 你只要知道 在按右键 从这边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里面 反正只要在这边 会出现的这些字串 你将来可以把它复制 贴到那个双印号里面 他就会帮你把那个格式 变成你指定的这个格式了 ok好 那当然呢 你想说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边怎么变成所谓的 微软正黑体 比如说我已经把小数点去掉了 接下来如果你要把那个 字型 预设是星系名体 把它改成什么 微软正黑体 其实道理很简单 这好像前面也有讲过 那你可以把这个字型复制 因为自己打可能会容易打错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在底下呢 一样就是 你先打sales 点什么 我要格式它的字型 字型就phone 那phone里面的话 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个name 有没有一个name 应该有个name n啊打个n 有没有name就出来了 这个name等于什么呢 双印号 微软正黑体 因为我刚刚复制的微软正 把它贴过来 然后记得 这个瓜糊再把它补上去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先把它格式化成整数 再把它里面的字 格式化成 微软正黑体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试一下 基本上字型 你会发现 字型马上就跟它长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你输出的时候 假设有时候输出 奇怪 虽然里面的直对了 但是格式不对 怎么办 没办法再补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格式 其实全部都办得到的 没有问题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部分先做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VBA 当然VBA输出的话 如果说你不是要用公式 你要把 也许你可以在VBA里面先做完 再输出 其实当然也没有问题了